大家好,我是大山,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是韩国电影《夜间飞行》 高中优等生永俊和好友记者并肩面对高考压力 也一起承受来自恶霸同学志雄的校园暴力 三层是最要好的童年死党,然而因为一段往事而形同陌路 在一场校外斗殴中,志雄骑走了永俊的自行车,两人的生活再次发生交集 永俊鼓足勇气对志雄表露出深藏依旧的爱慕 然而志雄只能默默守护永俊的心意 两人的暧昧被记者看在眼里,深感背叛的他 故意在校园散播这段男男恋情,让永俊乃至志雄都身陷空前危机 故事的转折是,学校里的那几个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堵到永俊,羞辱他 还夺走了相继理的记忆卡 志雄被告知真相后心机如焚 在一个叫夜间飞行的飞汽酒吧里,看到失魂落魄的永俊 一身怒气的志雄冲到学校,使用暴力手段从他们手中拿走了记忆卡 而他已伸手中伤 在医院里,听说永俊要去山里念书 志雄第一次主动表现出强硬的不舍 直接说不要走,并且带有撒娇的口吻说 拜托来打断永俊想要说的坚持不下去的话 最后留给观众交握的手和相拥而弃的背影 电影结束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